还记得宋祖德大肆爆料称谢霆锋与王妃已经分手 并且放下狠话称假如消息有假 我直播吃400克狗屎 并且选在张博之生日当天 但是谢霆锋本人回应也很霸气 期待他吃给我们看 打脸宋祖德 5月24日一较高下的时候马上到了 宋祖德在发文爆猛料 称王妃不要逼我爆出你搭小鲜肉的事 宋祖德在文中指出 我给你两个多月的时间考虑 在8月8号前说清楚 如果8月8号到了 你依然沉默 我只好把你搭小鲜肉的事抖出来 这个小鲜肉比谢霆锋还小很多很多 希望你三思 宋祖德信心满满 我跟谢霆锋的赌注明天就要揭晓了 我是一个把诚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 如果我错了 直播吃400克米田供 我百分百做到 能不成宋祖德真有二人分手证据 或者说王妃真的在搭小鲜肉 不过目前王妃方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